生命之间有着许多的共性 当我们能够彼此关照的时候 我们也能互相启迪 互相在对方那里看到自己 养一个宠物或者养一株植物 甚至不必亲自去养 只去观察和尝试着去理解 与您分享王鼎君的文章 向绿牙道歉 我喜欢求根的话 求根白白胖胖 捧在手心里像个婴儿 冬天地面只有雪 我知道生命还在院子里 去年秋天 七决定种些郁金香 我们买来求根 和粒在地上掘出许多坑洞 坑洞里的土壤 用一种特制的碎木屑掺和了 松松软软 想布置墙堡 我们走后 松鼠一定来寻找可吃的东西 元一家早已知道 松鼠的能力只能绝到离地三英寸 所以立下规则 求根要埋进六英寸的坑里 这就叫人为万物之灵 第二年开春 郁金香的嫩芽 一个个冒出地面 天真可爱 我们天天查看它们成长的进度 只有一处完全没有消息 我判断买回来的那一袋种子里 有一个废品 七不说什么 拿起铲子跪下去 把它挖出来 七说 你看 它把球根拖在手心里 我看见了什么 绿芽早已生出来 而且很粗壮 不过 它先向下生长 再折回来向上 尽管长度超过同伴 却还不见天日 原来 我把这颗种子放颠倒了 把它送上绝路 它暗叫一声 大事不好 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自己救了自己 它的线条 坚韧硬挺 浑身充沛着不屈不挠的倔强 而且带着愤怒 我好像受到了惊吓 说不出话来 七把它移到花盆里 半身裸露土外 让嫩芽完全自由 放在阳台 阳光充足的地方 偶然浇一点水 我不知道七是怎样调理的 蛇身一样走投无路的芽 慢慢找到了方向 慢慢的 它站直了 这期间 我对它说了无数次对不起 不过在阳光照射下 它反射回来的 依然是怒容 它出院的那天 我们殷勤地 慎重地 把它移到户外 种回原来的地方 它比同伴 长得更漂亮 现在 它头上是白云 身旁是春风 天广地阔 自由自在 可是我觉得 它愚怒未夕 跟那些同伴 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只有默默地望着 偶尔浇水 望着它们长出叶子 长出花来 有一天 它的花全开了 玉金香的鲜艳夺目 是逼人的 我只注意其中一颗 它是那种 充满自信的红 我只注意它的神情 它跟所有的玉金香一样 很美丽 很专注 很光明 很和平 像是从天上降下来 不像是从土壤里 长出来的 它摆脱了 那个痛苦的过程 并没有开出一张 磨脸来 它是一小片花圃里 最动人的一颗 如果花是天使 它就是天使长 好像越是成长艰难 它就越是要开得更美 看见它走出来 我也跟着走出去 我对七说 我们要做点什么 来纪念这一天 七说 明年 每一颗花球 都会变成两个 我们来种更多的玉金香 有时候 我们就是被倒置了的种子 找不到方向 看不到阳光 但心底的信念 总是不愿放弃追逐 因为痛苦 不会白白承受 越是艰难 越有不服疏后的 最美绽放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30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明天见 分构 对 是 月刘 去 尖 去 你 Air 是我十年如一日迷失在高楼林里 像我这样的人哪 从出生就陷入于你 只是活着便已涌进了全部离弃 你曾对我说过 生如泥缕 有的远方只能独自牵去 那时还不懂得藏在船边 很担心背后的意义 后来再有人说生如蜜蜜 就被整安静的创起 我知他也同我一样目睹过悲欢和离 所有轻狂梦想都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我知他也同我一样目睹过悲欢和离